法国今年继续发放圣诞津津贴 法国圣诞津津贴Prime de Noel 自1998年推出 今年将继续发放 圣诞津贴面向社会福利金的受益人发放 通常从12月中旬开始支付 2020年有250万家庭受益 圣诞津贴将发放给11月或12月 领取积极互助收入津贴RSA 特殊团结补助S 退休同等补助Air 公共培训津贴RPS 就业培训津贴RFPE 创业和反供津贴ACRS的人员 根据不同人员的情况 这笔特殊补助将由法国家庭福利区CAS 就业中心PLEEmploy 或农业社会互助保险MSA支付 受益家庭领取的具体金额不同 对于积极互助收入津贴受益人来说 圣诞津贴数额取决于家庭组成 2020年 吴海单身人士为152.45欧元 抚养一名孩子的单亲家庭为228.67欧元 抚养两名孩子的单亲家庭为274.41欧元 抚养三名孩子的单亲家庭为335.39欧元 抚养四名孩子的单亲家庭为396.37欧元 抚养五名孩子的单亲家庭为457.35欧元 对于吴海夫妇为228.67欧元 抚养一名孩子的夫妇为274.41欧元 抚养两名孩子的夫妇为320.14欧元 抚养三名孩子的夫妇为381.12欧元 抚养四名孩子的夫妇为442.1欧元 在此基础上 每多抚养一名孩子补助金增加60.98欧元 另一方面 无论家庭人数多少 面向特殊团结补助 特休同等补助等受益人 由就业中心发放的圣诞津贴数额固定为152.45欧元 这比津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 向符合资格的受益人自动支付 无需特别申请 17岁失踪少女现身身还 17岁的女高中生丽莎热爱跑步 周一她像往常一样 下午4点左右出门 在圣布里斯镇Saint Bryce慢跑 通常她习惯跑大概一小时 之后在贝勒兰奇森林Fort的Bell Branch附近做运动 但和往常不同的是 周一她迟迟未归 丽莎父亲警觉起来 出门寻找女儿 人没有找到 但在她通常跑步的路线上 发现了她的手机 带定位的手表和可能沾写的耳机 随后 周一下午6点40分 丽莎父母向宪兵队报告了丽莎的失踪 经历了煎熬的24小时后 丽莎家人逐渐悲观 但就是周二晚不到8点 受伤的丽莎出现在萨尔特和潘布雷 Cable Soros的一间烤肉店里 宪兵队的法医鉴定员员得到消息 迅速赶往现场照顾 随后调查人员也对女孩进行了询问 丽莎提到她曾绑架并被囚禁 有几名绑匪和一辆绿色的面包车 最终她从绑架者手中逃脱 根据她的证词相关调查已启动 检察官西林马涅斯林曼 告诉媒体如果绑架者在绑架后 自愿且迅速地释放扣押者 那么她的绑架和扣押行为 将按侵权受到刑事审判 法国归还贝宁26件历史文物 11月9日 西非国家贝宁与法国达成协议 法方向贝宁归还一些在殖民时期掠抢的文物 贝宁总统帕特里斯塔龙 Portrice Talon当日与法国文化部长巴什洛 Roseon Bachelot在巴黎爱丽社公签署了一项协议 根据协议 法国正式向贝宁归还26件文物 1892年 法国殖民军队从贝宁共和国的前身达赫美王国 掠抢了一批文物 其中包括达赫美王国的王冠和塑像以及19世纪一名部落长老的配件等 同时 法国还把一把属于前任西非军事领导人的剑 从法国军事博物馆归还至塞内加尔 在与法方签署完协议后 塔龙表示 这26件文物只是法方向贝宁等西非国家归还文物的进程中迈出的一小步 对于曾被欧洲殖民者统治过的一些西非国家而言 此次法方向贝宁归还文物是一个转折点 近几年来 包括贝宁 布吉纳法所等在内的多个西非国家曾呼吁法国 荷兰等国家向其归还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 对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所有年轻人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 以更好的建设未来 归还不仅仅是归还 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合作项目 世界摄影节 巴黎photo昨日开幕 第24届巴黎photo于昨日开幕 法国巴黎photo作为目前一年一度全球最高知名度和最重要的摄影艺术交易博览会 始创于1997年 今年的巴黎摄影展 在11月11日起在巴黎的临时大皇宫 Grand Play FMR向公众开放 自1997年举办的第一届巴黎photo以来 每一届都有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摄影作品 每一届都有惊喜 今年巴黎photo摄影展的几大看点 1.参展的画廊和机构众多 今年有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194家画廊参与 2.展区更丰富 除了有艺术家各展和双人展区Solo and Doorshows 有专门提供给新锐艺术家的展区Septor Piroza 有出版社展区Edition 今年还有线上虚拟展OVR 3.值得期待的是 今年有更多女性艺术家带来作品 在863个展出的艺术家里 有34%为女性艺术家